干啥呢这 上床睡觉呀 床压坏了 那能压坏 这的房车好不好 这不是临时大的床 电动吊床 承重500斤 能压坏 这床的尺寸 给大家介绍一下 床的尺寸 床长5米78 1米78 说错了 不是5米78 1米78 然后床的宽度是1米 它是有这个 你看 经常不用的时候 咱们可以把它给升起来 这样往后 它就上升了 匀速的 这个速度也不快 咱们上面有什么被褥呀 或者物品呀 衣服呀 都可以放在上面 然后让它往上升 然后把它给夹起来 这样也可以当一个储物空间 很方便的 然后下面是一个对卡 看到没 这是一个对卡 六座的对卡 这个平常是可以 临时能搭建一张床的 然后咱们有时候不想 用上面上铺的话 像一个人啊 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对卡座 平成一张小床来休息一下 这是一款后置处理的车型 怎么样 你感觉 大通的底盘 外观没看吧 先 先看一下外观 来 来 先下 先外观 我刚看完 这个 里面布局 这个外观 大通的V90 加长轴 超高地 车长 5米94 车高 2米8 车宽 是2米1 蓝牌 C照 都可以来驾驶的 咱们这边看到 这个银色的外观 看起来还是比较的亮丽 尤其这个车 在那个路上行驶 或者在高速上面跑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种感觉 流线型 还有这个 驾驶的驾驶感觉 也是很爽 很爽 这边后面配的 还有一个固定的马桶 这是一个马桶的黑水箱 来到后尾部 能看到 有两个外币窗 咱们租车情况下 这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 这是一款后置处理的车型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6座电动吊床 后面它是 我打开门看一下吧 一个后处理的一个设计 有厨房和卫生间 在后尾部 这款车之前 给大家有拍摄过视频 不过拍的视频 那个是上下的一个纵床设计 然后这个是电动床 电动床 最起码能节省好多空间 咱们里面是 床不占 占有固定的空间 可以做那种橱柜之类的 这边是厨卫区 平常洗澡的时候 这边还有浴帘 直接拉起来 防止水花乱溅 还有一个马桶 马桶外面有黑水箱 赛特负责的进口马桶 在上厕所 这边是可以来做饭的 来这边看一下 车的侧边 这边侧边 就开了一个窗户 这个窗户在 前部啊 这个位置 就是在座椅的旁边 这样的话 咱们住车情况下 可以通风换气 然后行车情况下 可以打开一点缝 一点小缝 也是可以来通风的 水箱的加水口 在车的下边 水箱加水口 配的是110升的清水箱 而且它可以选装 150升的清水箱 你要选装那个顶纸空调的话 能装150升清水箱 这边是给防车充电的充电口 7孔的充电口 这个充电口 咱们平常那个充电桩 新动员是可以来给它充电的 速度不快 但是能用 这款车配的是600M的锂电池 3000瓦的逆变器 然后再配上这个12V的注射空调 全车12V的电路 还有138升的一个双开门的冰箱 在中间这个位 这个位置 怎么说呢 配置还是挺高的 而且你看 来转身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隔断连 平常咱们在后厨区区 在这个后面 做饭呀 上厕所的时候 还把它给拉起来 这样可以和前面啊 能有下这个隔离 呃 来到这边啊 把这个隔断连给关起来 有空调在这个地方 空调的下方还 匹配了这个空气净化器 呃 咱们马上冬天到了 冬天到了 我们北方的天气 会有那种雾霾天 所以说咱们打开空气净化器 也可以在咱们车内的空气流通换气一下 这就是一个超长的橱柜 这上面可以摆放任何东西 呃 咱们 年纪那个 春天的时候有一个车友 安徽的一个车友啊 他那个 他提了这款车同同款车啊 包括家具的颜色也是一样啊 电动的吊床 然后中间是这个六座对卡 人家就是在这上面放了一个几个那种 以前的老式那种家庭的工放 四五个这么高 车上那个音响的感觉啊 放一些音乐 包括KTV那个点格的那个点格屏在这地方装装一下 然后这种车里面啊 有种那个KTV的感觉 非常非常苦 而且音效特别特别好 这都是咱们后期是可以来改装的 然后下面也是一些储物空间这些储物柜啊 包括还有抽屉 这种抽屉可以放一些杂物 然后这边啊这边是这是打不开的 这是逆变器和那个 锂电池的地方 风死了 总电源在这里平常不用说可以把总电源关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柜子是可以来打开的 这个小柜子 12伏的空调 像600安的电池是可以使用 至少15个小时以上是一点问题 没有600安的电池有多少电 400安的电池是5度电的 600他是7.5度电将近8度电 这个冰箱 双开门的一个冰箱 冰箱的上方啊 这个地方是小平台 白天咱们可以来摆放一些东西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个床要下降 他要和这个小平台是一样的高度 所以说 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上面不要摆放任何东西 要不然你这个床下来的时候会把它压到 床的两边啊 有 几个那个出格是可以来 储物的 v90的 车型 加上车 打造一款 币行房车 喜欢吗 咱们家目前啊 福特呀 v90呀 包括新时代 还有优一克 都是可以来啊 改装房车的 喜欢的朋友们啊 可以关注 来了解 更多的房车讯息啊 这款车 目前也是一款线车 咱们 在厂家啊 在厂家这边还有一根 床上面这个灯还控制一下 嗯在咱们厂家 停放 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啊 可以到咱们 厂家来 看这个 响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